我們今天介紹的就是夏寒儀教授 夏寒儀跟台灣有一個很特別的淵源 夏寒儀有提到這樣的一個現象 他提到說有一個早期基督教思想教 他在西元18我到西元254年的人 基督教有一個人叫做車兒師 車兒師不是一輛車子去思考 那是官藝人生命車兒師 他寫的這本書就是專門來管對車兒師的想法 他書中提到車兒師所批評的基督教 車兒師這個人寫的一本書批評基督教 他怎麼批評基督教呢 車兒師說有的教徒在抄寫福音書的時候 就像喝醉酒一樣 會把福音書的原文改來改去變更很多次 甚至把福音的內容改變 然後這個Oregon本身他還講說 福音寫本已經出現了很多不一樣的寫容 有的是出於抄寫者的束縛 有的是出於這一些 有一部份抄寫者都是基於邪惡大 或者他們會以教會完全不在乎任意的改變內容 所以我們現在讀了聖經 有一些是這些抄寫錯誤的產品 那我們剛剛在講說抄寫啊 講說這個史記啊 有一些問題有 其實這些問題的聖經也有 佛經也有 本人專做的這些 佛經這方面 抄寫抄寫的這方面 然後下來也提到聖經學裡頭 一個議題在提摩太前書裡頭 這個四高本就說 他是 就是他出現於肉身 受贈於聖神 合合本寫說 就是神 在肉身顯現被聖女稱禮 然後這個 應該是說上帝 假人生而顯著 稱禮於聖神 所以那個 尤以在抄寫上的 原因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他就說 原來他去大英伯物館裡頭 現存了 聖經的最早的手抄古本 如果我們不講十矮經卷的話 是西元五世紀的表印上大抄寫 然後他在這個 他神上帝在肉身顯現的這個字 神的這個字是寫成這個樣子 是一個人間 然後他發現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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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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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這個 默數不一樣 然後他發現呢 是 這個 經過去文件學 去 畫一名的 發現這一行呢 原來沒有這一行 是後來應該加上去 所以原來神呢 是只有 西打西打 沒有 沒有 然後他進一步去看呢 發現呢 這個 西打中間那個 橫槓呢 不是這一面的字 是另外那一面的 上去過 對於 臉外扁 抖過來 所以呢 他不是講這個字 其實不是講神 而是講他的 所以 遇到一些 問題點 那我們經常 被教導的 比如說 各位四十五經要尊敬 各位佛經要尊敬 各位聖經要尊敬 要把他當成 一次都不能講 這是上帝親自給我們的 這是四家母女親自給我們的 這是莫凡莫等 親自教教 Anyhow 我們大家都認為經典應該珍惜 可是呢 像你提到說 我們對經典應該珍惜 可是呢 不應該把他當作 這個 一次都不能講 我們應該要警覺到 這些 所謂的經典 都經過口傳 翻譯 書寫 編輯 而無善意的改變 跟惡意的創意 所以 所有經典 並不完全提起 我們類似這樣的歷史 我們在 儒女 孟主 出現過 在 比如說 我們 儒家一直把 異心當作 最高的精神 指導人者 可是 儒女孟主 跟徐子女神 這宗文書 有教導 異心的文字嗎 有沒有這樣的文字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為什麼異心是 儒家的一個最高指導人者 我們出現了一句話 這是 假五五、五、十、以學藝 合理、無舊的 合理、無舊的 如果再多了 五年、十年 讓我們學行 繼續學行 易經的話 我們就不會再放錯了 可是 後來 回去原來版本 發生說 不是 是 假我五、五、十、以學藝 合理、無舊的 是 假我五、十、以學 放在這裡 再給我五年、十年 讓我繼續學習的話 那 藝可以無舊是 也 也可以 不會犯錯 所以在無詞上的討論上 現代的著作好像比較不會有這麼好 標的如好 標的很好 不是 我們中文一直在講求 翻譯的時候不可以改變標的如好 所以你在英方中 或是日方 或是各種語言翻譯的時候 不能改變標的如好的翻譯 可是 還是有蠻多翻譯詞的主張說 其實 還是要改變標的如好 這個英文有一個 子氣 你沒有跟他放成兩句話 中文根本沒有辦法躲 所以 所以我們講說 招魂 我們現在 習俗上如果說 有人 跌入 三人 敘世人 然後家屬會拿著英文 更來喔 更來喔 仙人更來 然後有一個 這個密閉 像大大西 對 經典是大大西 三不五時就我們這個 環水逆地 就會請這個道士 塞空那些 董事 或者是出家人去招魂 回來 回來 這個已經跟夏蘭里沒有關係 這是你的 另外一節 就是代表說 其實我們對於 經典的了解 經典的了解 其實跟現在的了解 是有差異的 也是一個舉例 就是 另外一個 一個錯誤的 對經典的了解 就是 中文要弧度 中文要弧度 狀心 到 七月是鬼月 不可以買車子 不可以買房子 其實這些都是對原始經典的誤解 才造成這樣子 那我們生活裡頭 充滿了詐騙集團 像我們都是炎黃子弟 其實有些人是 蠢文化的民謂 跟這個皇帝 沒有關係 我經常講一個笑話說 我在中國的時候 在場所地方 坐上一個計程車 那個計程車 看了我一下 說 你是台胞對不對 我說 對 我是 我是台胞 說 我們都是炎黃子弟對不對 我們 血液裡頭 有的都是 這個皇帝的血對不對 我說不是 我有的是 平骨族的血 九零有平骨族的血 平骨族 平骨族 哪一族叫平骨族 平骨族 平骨族 平骨族裏頭 他們 他們 蒙文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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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骨族 說一句笑話說 孫益生是國父 孫益生是國父 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如果孫益生是國父的話 大家就不曉得 那時候 王心做了什麼 好像 當時 有人講說 如果以財來選的話 應該要選 宋教 以財來選要選 這個 汪經衛 以德來選要選 宋教 以公來選要選 黃心 所以 孫益生對格武有幫助 可是不應該是國父 因為你尊一個人會國父的話 所有的武的貢獻 會被掩蓋 會被掩蓋 像 我竟然在講說 為什麼賴益生是台灣文學之一 賴益生的文學沒有經典到那個程度 而且賴益生之前有很多文學家 賴益生同代有寫小說的 有寫賞人的 有寫台詩的 你把財有諸的台灣文學之一 其他人的貢獻 你會扶免掉 所有的人 所以 諸某人為 什麼什麼支付 這是非常寫敗的封建思想 這種封建思想應該要打掉 所以 這是非常非常迂迴 而且非常錯誤的 對 那我們講說 易經是舊天的知識 我們舉幾個例 其實不是這樣 易經有很多的來源 然後 山裡是儒家的理想 我們講 禮的一個故事 那我們從馬黃堆漢木裡 發現有一件 獅子做的衣服 顏色非常的漂亮 除了外 非常的好 這個豬雀在這裡 那一個豬雀 手上講 手上講出去 然後我們看到 楚詩有一段 說 鄭右卿以延節兮 鄭就是我了 古時候 鄭沒有那麼偉大 所以一定要 皇帝上去問他 申服意而為媚 竹子聖德兮 千與鼠而無慧 所以這是招魂 那楚詩為什麼有一篇叫招魂 他要做什麼 他做什麼用呢 然後 在專文這一篇裡頭 有講說 地告吳陽約 有人在下 我欲虎之 這個民間 事件上有一個人 有一些問題 我想要去幫助他 他魂魄離善 魯士與豬 就是 你來幫我一下 他吳陽就會說 我要 他魂魄離善 所以我要怎麼幫忙他 然後他就說 魂西來歸 這是招魂開始的 那這招魂在幹嘛 招魂是人死了去招魂的 還是人活著去招魂的 他就 然後開始招魂了 東方不可以拖卸 魂西歸來 南方 怎麼樣 魂西歸來 就這樣 靈魂要回來回來 就好像 我們看到這個 世俗在 在溺斃的地方 當這個 道士家屬 拿著 這個死者的衣物 喊著他的名字 啊 蹬他那邊啊 蹬來啊 然後這個招魂 李記之有記憶 他說 為哭先賦 賦 而後行 死訴 氣絕而哭 哭而賦 賦而不輸 可以為死事 那 李記正義裡面有解釋 賦是求生 如果用 賦求生的時候要用衣服來做這個 賦這個事情 那用這個 賦這個衣服來蓋屍體的話 這樣是不合理 不合理解 所以呢 賦的衣服我們可以打來 錄鏈 那什麼叫做賦呢 他講說 這個人 這個人 將要去死的時候 要爬到屋頂上去 要喊說 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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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啊 啊 啊 這是在招呼 然後 招之於天 然後呢 用 飯跟 臭味菜 用 魚肉 然後 來 這個 含在他的 他的 嘴這邊 然後 居俗的就是 這個 要送屍體的時候 要弄的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 鄭施隆他在解釋的時候 傅呢就是說 快要死了 還沒有完全確定是死的時候 他要招魂 把魂魄招回來 所以不是死了以後 才去招魂 就依照如果我們現在要遵行 古時候的禮儀的話 就要這麼做 就是 在 一般的這個房間裡頭 然後呢 要一個人呢 從東邊 升上來 然後在屋的北面 要爬到屋領上 用衣服 去招魂 要喊三次 三次完以後 然後 拿回來 把這個衣服 蓋在 這個還沒有完全 完全確定死 那他有一些 規矩 就是 你若是諸侯的話 你要招魂 要在心裡邊招魂 你若是一般的 貴族的話 氏 我們一般講說 氏是 氏龍工商 氏就是獨書人 不對 氏是 貴族 就是等於 希臘羅馬他們的公民 公民就叫氏 氏 其他的這個 重庭的 這個煮飯的 這個做工具的 那些都不是氏 不是讀書人叫氏 所以他有一些地方 那我們看最底下這個雜記講說 如果說 諸侯旅行的時候 在 這個 旅行的旅館那邊死的時候 然後就要向他在國內 在他本國的時候 招魂 的方式招魂 如果中國是在 旅行當中 在道路那邊死的時候 就要到 車的 左邊的車輪上 要做這個招魂的動作 所以 可以看到 說要遵古語 其實 古壽就古壽 不要 現在人不可能遵古語 那是不可能的事 就是剛剛那個 那一張 古墓那個衣服 這個人說古墓那個衣服就是屈原的這個 詩裡頭 哪一句就是他畫在哪裡 哪一句就畫在哪裡 所以 這一個衣服 不是拿來蓋在死人身上 這個衣服是 是 死死了 死死了 這個是用的這個 那我們就到這裡為止 本來就說 其實從這個 春秋時候 戰國時候的招魂 一直到現在的 保留下來 比如說 台灣的早期 初年的時候 有一個動作叫做管有音 那賴河的 祖父 他是道士 賴河的 俗父 也是道士 賴河的俗父的 兒子 叫賴通瑤 他是個牙醫生 那 賴河去世以後醫院就交給 這個賴通瑤牙醫生 來管你 那後來賴通瑤 當選手 彰化世 是 賴通瑤的一個弟弟也是道士 所以他們家 其實是道士的傳統 那道士有一個作法 叫做管有音 就是 有些人 他的兄弟姐妹死了 他的爸爸媽媽死了 他很懷念他 不知道他在陰間過得好不好 他想要到陰間去看他 所以 台灣的道士的傳統 有一個方法 叫做管有音 就是他會作管 然後讓人 睡著 然後這個人呢 想要去看他父母這個人 自己親自到陰間去 看他想看的人 一般的方法是騙人 就說 那個人其實沒有看到 或是那個當地說 我現在走到那裡 我現在走到那裡 是當地做 當地說我現在走到第三邊 就是 粗鋼王 粗鋼王說 你們現在 你們室託 現在 你們做什麼事情 阿姨會叫他說 你就不要經常 教人 完結 其實 會有一點騙數 因為那個人沒有下去 可是 管有音的方法是 那個時候要去看的人 他是下去看 對 他有看到 所以有一點 類似催眠 還是怎麼樣 可是呢 那個管有音 我的一個親戚 他 講一個故事 就是說 他的一個 他的 某一個人 被他的主婦帶去 觀有音 經過了很多 很多 法術 經過很多難關 最後 本來人都往觀有音下去 就不放他回 因為這個放他回來就要扣住 這個跟他球啊 然後弄的很多方法 最後就放他回來 放他回來以後呢 就 人家說 你要回來就帶一個紀念品給你 你來保護理由 你自己選 他就看了很多保護 結果 他覺得有一支 玉如意很不錯 他就選了一支玉如意 回家 然後觀有音結束完以後 他跟家裡的人講說 最後呢 我再拿了一支玉如意回來 家裡的人家說 那很好 玉如意在哪裡 沒有玉如意 沒有 事情就過了 那後來這個人的爸爸 這個人的祖父去管理 這個人的爸爸 娶了一個 太太 那太太姓 吳 這個人姓 太太姓 那就是他媽王 名字叫玉如意 這個人的祖父 就是一個 這個人的故事 HG是臭小 或者是什麼 那這個故事一直在我們教訓裡面傳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道交的一個 一個出口 好謝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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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